各位网友你们好 欢迎大家收看八年神舟风云人物这个节目 我是苏维尔牧师 这一回我想跟大家讨论一个非常重要 又非常有趣的人物 就是君佛张作霖了 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笔记先 八年神舟风云人物张作霖 在民国初期的君佛 我们先后介绍段祺瑞和馮玉祥 这回我介绍一下张作霖 即是张学来行的父亲 张作霖是在1875年3月19日 在奉天的海城园之西的一个小村落出生的 自小家境穷困 在1888年 父亲被赌徒打死 他和两个哥哥就走去报仇 谁不知枪走火 误杀了一个老人家的命 两个哥哥就被捕 但他就得以逃脱 带着他妈妈和妹 投靠外祖父家 在那里先先学木工 做起木匠 后来就改靠兽医 专系医这些马匹的 1894年 他就投靠满清政府做兵 升为哨长 1896年 由改靠六临的董大府做山财 到了1900年 二和团动乱 沙俄就乘机侵占东北 那些满清军 走啊 以至地方混乱 于是张就临续组织这个保险队 负责几条村的治安 称为保险区 由于他和他手下都是守规矩 维持治安 制止土匪作恶 所以得到村民称赞和爱戴 他的名声也传开 他的势力抗治有二十几条村落 我们看看他做官的生涯 在1901年 他的部队被俄兵偷窄 于是他就走到八角台 和张景慧合股 推为团练长 在这个时候 他的大子张学南就出世了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 他首先是为俄军效力 后来就改效力入军 1907年东三省就改为省制 徐世昌就任东三省的总督 他就改追随徐世昌 更因为继琴这个杜立山有功 获升为奉天巡访营前路统领 到了1911年的时候 武昌起义 他带兵入奉天 镇压那些革命党人士 因有功而被封为关外练兵大臣 后来他就投靠袁世海 任第七司的司长 1915年被袁世海召入京 封为指着管理奉天的事务 他称为东北之府 为什么呢 袁世海涉政想做皇帝失败之后 他就被任命为奉天督军兼省长 1918年被任命为东三省的秦关市 又利用日本的势力控制了奉吉克三省 成为奉系的首领 1922年的时候 江州南宣布东北三省独立 致任保安总司令 自此这位出道土匪的张大帅 竟然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我们不禁会道 为什么呢 首先我们明白在中国民国初年的时候 东北地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土匪 第一类就叫唇土匪 又叫做红酥子 他们打家劫舍 抢掠杀人 欺负百姓 奸淫妇女 无恶不作 个个都害怕他们 第二类的土匪 就是有政治目的或者有政治背景 为了报复社会的不公 为了要略夺土豪的霸权 发展势力到达目的 不惜招安作观 有些更加愿意投靠日本 第三类就是所谓的那些攀子手 他们是霸占地盘做过小皇帝的 张作林应该属于第二类了 他的军队有纪律 军己而明 势力越来越大 清政府无法消灭 只有赵安 看来有些像水污转的梁三伯的好戏 好汉 其中张作林和圣经将军 这个珍奇的故事更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让张作林探听到珍奇的三姨太 准备从北京返回奉天 经过他们驻扎的地方 这个新立团附近 就被张作林埋伏已久的人马拦截 赤上所有物资和士兵枪械 全部矫械 一片送到新立团的街上 张作林将珍奇的三姨太 安置在上宾房间 又谦谦虚虚的自我推荐 珍奇三姨太随即表示 如果能够给她平安回奉天 又会向珍奇举荐张作林 所以第二日 张作林就将缴获所有的物品全部归还 并且预备送一份厚礼 并又亲自护送珍奇的三姨太的车队 离开新立团 自此之后 张作林就请了当地的名士 张子云、杜阳林等 以地方申史的身份 联名写信给官府 保证这个张作林 1902年10月15日 珍奇批准赵府 赵府这个张作林的人 并且依照正规军将她编制 将张作林步下250人编成 新民府巡警前营马队 任马队的邦大 这样她的部队就越来越多了 打劫得来的财富也增加不少了 到了第二次直奉战争 胜利之后更打入京城 当上陆海军的大元帅 成为国家最高的统治者 她还有一个成功的地方 她不是一个简单的土匪 而是一个颇有头脑的领袖 她懂得抗冲军备 修建兵工厂 设立港武台 由一个完整的管理系统 去聘请俄国、德国的技术人员 来教导 更大量购买德国的军火 甚至建立空军 买了250至300架飞机 编成四个大队 建立庞大的军队 她又懂得重用那些年轻的一辈 特别是刘国荷的 将重要的权力交付在他们手中 信任他们 她更是有些的江湖仗义之道 当郭松林造反 与她一同造反 还有刘鹤德国的齐世英 齐世英的父亲 是跟随张作霖的 她并不是因为陈世英造反 而加害她的父亲 如果要说到 张作霖在东北三省怎么崛起 就不能不提及她 如何处理日本和苏联之间的矛盾了 在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 日本胜利 南满州的辽东半岛 和南门铁路的控制权 全部落在日本的手中 日本民派演了关东军队驻守奉天 即是今天的沈阳 铝淳和长春 本来日本的计划是拉拢军阀 张作霖 无视东北三省成为日本的一部分 但张作霖很有骨气 不愿意做日本人的走狗 也都不愿意满足日本人 在东三省的抗 开矿、设厂和驻港的无理要求 据问有一回 日军打死了一个中国公民 张作霖就找到日本的军部 要求赔偿和道歉 谁不知这个日本军 只是给了五千元赔偿费 不肯道歉 于是张作霖回到官府之后 下令见到日军就杀 当晚就杀死了两个日本军人 第二天日本军部就走来找张作霖 张作霖首先就将 先前给他的五千元归缓 然后自己加上五千元 作为打死日军的赔偿 拒绝道歉 就因为这样的缘故 日本人非常憎恨张作霖 事实上张作霖不但不怕关东军 也都不怕俄军的 在1905年日俄战争之后 东北利益就由日本和俄国瓜分 虽然俄国战败 但俄国对东三省的野心 并没有因此而消灭 在1917年沙皇时代结束 苏联在列宁通治之下 1921年入侵蒙古 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 张作霖一直对俄国和苏联都不信任 并且保持警惕 防止共产党在东北满透 在1927年4月去逮捕和处决了李大超等共产党人士 讲到张作霖之死 今天仍然是一个迷 1928年5月 山东西南发生五山惨案 日军和北伐军队发生冲突 在那一年的5月9日 张作霖呼吁南北双方停滞 合力对抗日本的侵略 在通电当中他这样说 他们想到国内自己和自己人打 令到外军乘机乘虚而入 我们应该要大家合力抗外 这样才得到世界的同情 对内更多符合国民的要求 他表示已派人到南京召开善后的会议 和南满铁路交界的地方叫做黄沽屯站被炸死 通常认为谋杀计划是由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 河本大作大作具体制定 奉天特务机关长秦真慈 保肥愿然而参与插画 由时任的日本关东军司令 川江长泰郎终将下令执行 张作霖死了之后 他的儿子张学霖继任 继续统治东北 张学霖不久宣布东北逆辞 戏五色旗 改用清天白日满地红旗 归附了这个国民政府 由此中国实现了现今 即是形式上的统一 这个 但是张作霖之死 仍然有很多的揣策 有些人认为是苏俄所为 也有些人认为是别人所为 但是历史上告诉你 日本是策划这一次的谋杀 可能是最具说服力 好我们今天说到为止 下次再和大家分享另外一个 我的奉闻人们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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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完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